好了各位观众老人们 大家的早上好 中午好玩 像好 我是郭基杰说 狗头齿 今天是梅老板 来对上茶神无名 梅老板上一次CPT的比赛 拿了一个冠军 对吧 鼓劣级大成于一身 接下来刚换一下自己的角色 练一练自己的影龙 练了好久 没练出什么东西 开场一个VSU运动 无名这边 天梯第四的叉子 不用多说 天梯前十的都是干硬化选手 迟早要进ICU的 现在叉子这边 阴影点已经非常高了 很难受 下中掉发波 直接打了一发VSU 梅老板这边不饶人 就不停的顶过来 无名在这边突然一手 下中脚 想缓解一下自己的一个压力 但是没有缓解掉 还是被梅老板一直压着VSU 打完想用指令头 直接打缺反 这个东西有点想法 他这个想法有点夸张 这指令头也没这么远 最后一波连段 直接打在无名的脸上 直接带走了 送了一波 就刚才那个VSU 距离其实还是挺远的 无名在这里判断 用一个指令头去缺反 应该是他的眼睛骗了自己 距离是不够的 这VSU推出去的距离还是挺远的 这边跳入了 然后给了一发巴塞罗娜倒地 看一下这边是择一个阵地 选择的是正面 下中拳又被梅老板的VSU架了 梅老板在这个对决当中 VSU是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效果 这边被打柴 但连招没连上 我们也在这里是有一点小亏 急不打 梅老板发波 这边直接选择EX来摸一个角度 资源比较多的 梅老板没有选择摸 反而是无名先摸了起来 但这也算是要拼一波了 跳逆向这边命中了 看一下点完已经是来到一个板编位 这个板编位没关注 梅老板一个钱钱就出来了 梅老板手上留的满资源 应该是有一个机会打一波爆发伤害的 VTR开出来的话两套可以直接带走 不要看这个血量这么多 问题不是很大 梅老板现在藏资源是真的很能藏 上一次比赛当中 基本上每局都是一个CA 对吧 贾中聊发波 一直没有办法动穿对手的一个防守 就不断的在摸取 但其实这个风险很大 对手选择用EX过波 贾中聊继续推 这边起跳者被抓了 梅老板最终想要通过跳来 动穿对手的一个防守 没能成功 梅老板就带了自己的满资源 来到了第三等 是勤俭持甲好男人 这样的好男人却纯度意外的高 至今保持着高强度的单身 在这边VS 然后命中了一波 梅老板这里反过来一个偷鸡 梅老板被偷火了 一发EX升龙先请你做人 再个升龙 哎 没有 梅老板在这里没有升龙 现在很多选手在刚才那种情况下 都是来得及反应去做一个 升龙的对峙跳的 尤其是像英海那种 其实对手不跳他都想到要生死 这里VS想要去晃一枪 没晃到 梅老板第一时间轻动去确认 开出自己的VT 梅老板这边是反抢成功 关一个反别 哎 这边偷鸡 最后一波压过去 轻功之连打一个中断 哎 梅老板站着吃下了一个中断 至于是怎么吃的 我也没有看到康克尔 梅老板可能只是单纯的拉的前 想往前跟对头拼一波 对吧 什么都没按 拉的前往前走 就是这么自信 好 那这样就梅老板这边落后一分 常规开局 梅老板的引龙从来都是落后开的 轻功之点一波 翻过一下 哎 这个指令头很奇怪 梅老板今天出的这个指令头一直都是挑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点 然后这个奇奇怪怪的点呢 永远都是自己不懂 一个下中条 缠过去追到板边 晃一下 梅老板没动走 直接投 对 死不拆头梅老板 你都不用晃 你可以直接投 说不定就投中了 对吧 梅老板这边一个重拳出门了 出了门以后再给了对手一发投了 梅老板这边下中条没有摸中 赶紧开VT保命 啊 VT保命打 梅老板这边也是应该要找机会开一下自己的VT了 机会就在眼前 一波带走对手 但梅老板一直始终很坚定的要做一个确认在开 这边直接选择用一个VT 给对手拍了一招 一发圣龙加VT 这个回报够大 最后会下压起身 啊 这什么 无名这里应该是判断了梅元会想用下中角去封他后退的路 所以他选择的是一个驾招 啊 梅T二来去做这个起身 最后梅老板什么都没出 老金巨华 经验很丰 知道你最后是要放手一搏的 那就给你搏一搏 对吧 我什么都不干 那你就什么都搏不到 好 这样就来到了第二等 梅老板又是带着自己的满资源 这个男人非常能藏 藏得很深 还是说这是一种负重训练 对吧 就把自己的能量一直留着不用 因为在街霸里面资源很重要 资源可以换来进攻的机会 可以换来伤害 但梅老板一直坚持不用 一直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溢出 却给对手很大的压力 这边火波被过了 下中掉一波放到中拳摸中 打到Counter 再一脚过去开启自己的VT 这波进攻会来势凶 哎 直接被点了 很凶 梅老板要开始了 打一套连段 直接往前压 再一个头 梅老板这里应该是想要快点弄死对手的 旋风条打完以后 升龙也不接 对吧 换一次进攻机会 这个才比较重要 很多时候街霸里面要选 你到底是打伤害 哎 这什么 前前以后升龙 哈哈哈哈 梅老板前前升龙上脸 把自己送上了四天 对手也是很明白人 这样梅老板上路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体面 这样是一灯对一灯 梅老板已经被逼到了一个赛点 手上还是带着他的满资源 每一局开局 我们都要强调一下 梅老板是资源丰富的男人 但你可以忽略不计 反正他也不用了 对不对 至少对手会感到一定害怕 压他起身的时候 他会不会升龙呢 那我需要多犹豫一下 这个时候梅老板可以出一发下中脚 直接戳别人 这里青空机想投 没有办法投中 这个推的距离其实是比较远的 影龙这个角色 青空机推完以后 都非常的远 没有办法直接点头别人 太难受 来了 那这边选择的是一波跳入 对手一个钱钱直接过掉了 突然上连给一发头 投完以后被对手抢了 梅老板本来想要往前逗走一点 这边是交一下VT保命 看一下梅老板怎么出 直接选择下中脚命中了 这里有一个机会 跳下来直接给一发头 关板边开始了 只要一下 只要一下给一个确认 对吧 梅老板已经中脚开始确认顺杀了 直接两个头 刚才那个脚伸出去 其实就是在确认有没有打中 如果打中 梅老板肯定屏幕一按 关灯杀 影龙这个角色 他的顺域杀是可以打在连段里面的 什么下中角 站中角 随便来一个 都可以接 现在双方比分一比一 在里边插动一波 选择头 没中梅老板一个后后 第一时间反击 这一波是赚到了 新攻击把对手点开 他怎么知道这时候 无名很想快速的接近自己 啊 这里没有选择生龙对空吗 梅老板现在已经鼓励玩多了 蹲着直接按一个中拳可以对空 来了 现在一个板边压制 直接选择巴塞罗娜 这里应该是想要骗一下梅元 因为他经常会在板边 只能处一个反上的差距 打一个逆向 这次并没有 这里投完 哇 还想再来一个指定头 而且这个距离又是远的 微妙 梅老板这一波跳入一波 连招断了 很没缘 他刚才直接带一个CA游戏解释 刚才没带成我 这里直接落第一个CA 而且还打不是睡语杀 他其实完全可以熬一个睡语杀的 他根本 根本不需要出这个 睡语杀命中率还高一点 因为是个指定头 如果对手落地是防生龙什么东西的话 也是得吃的 那这样梅老板很奇妙的交了一个CA 可能是按错了 对吧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 他也是用hitbox 这种不太会出现按键失误这种问题 所以他就干脆出了个CA 就非常的微妙 那这样的话 梅老板已经到了一个他的赛品 梅老板开场 继续用自己的火锅 去慢慢夺他的对手 这边被铲倒了 在历回的过程当中 你要永远小心 这个叉子是不是会找你满命 有队选择EX想过一手波 没过到 他对手直接跳开 没老板 这里是蓄了一番VS 然后再往前压 好难受 对手往后一走就躲开了 那影龙这个角色压起身的时候 给人的威胁始终差那么一点 这角色我觉得最差强人意的地方 就是他那个拳脚推开的距离 真的是太远了 自己手脚不是很长的情况下 还把对手推的死远 怎么办 你像将军这个角色就很牛逼 他其实把对手推的距离不远 但是他的拳脚又非常的远 然后就可以形成一种连缓的压制 不停的压你 这个就是我觉得引龙 让人玩起来最不舒适的地方 太考验立回基本功了 比如说你要对自己的距离感 把控非常的好 因为手脚真的不差 来了这边只能选择凹一手 要打一个大雀反 抛叉换一手 然后再取消一个修正 梅老板在这边直接被对手打伤了 梅老板有点生气 直接给了一把EX神龙 总拳点两下以后 绑了一枪 这边选择是跳异象出来 梅老板又要被打仗 一整套EX落下来 最后一波了 总拳有点中 应该是一个中段会来 梅老板直接选择扫下段 跟对手拼了 跳入了这边VS 哇直接硬抓VS 梅老板连招输了 赶紧跳出来 不愧是你 好那今天呢 这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梅元大雾的掉脸